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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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開始有點齊蒙的現代主義 所以它是滿多樣的 變成這個城市是一個很重要的基地 尤其是很多房子都在巷弄裡面 所以它會整個跟巷弄 跟都市空間來講 所以那個氛圍… 大家可能會喜歡是因為那個氛圍 但不是說某一棟房子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想台南的老屋的特質 其實它是整個一起跟著環境所形成的 台南一個民間基金會 是老屋因力的發起單位 執行長顏世華就覺得 如果要好好感受古澤 單止是要去裡面消費 最好的方式就是實際去古澤住一晚 就在遊客很喜歡的神龍街上 很少有人走到街尾的位置 其實這裡是有著 在清朝康熙24年所建的藥皇廟 有著三百多年歷史的藥皇廟 有前方還有一尊融蟲供 這棵龍樹有三百多年的歷史 從那一塊牌子上 其實那邊就寫它295歲 其實295歲它是在二、三十年 所以再加回去的話 大概也是三百多歲 老融樹的旁邊 有一間跟它相依為名的老建築 這座老建築 今年已經差不多60歲了 過去是姜家的西伏加工廠兼住家 現在就是民宿 目前由第三代小姜經營 因為當初這邊是一樓辦的木造房子 後來我老公重建的時候 就跟旁邊這棟房子 拆掉兩棟一起蓋 原本因為樹三百多年的歷史 其實我們從蓋到現在 也大概是60年而已 想也知道樹比較早有 所以我們在蓋這個建築物的時候 因為本來要把這棵榕樹處理掉 要把它鋸掉還是什麼 可是因為就是工人都受傷了 就想說那把樹留下來 那就只好淹著這棵樹 然後這樣蓋上去 我們有一段樓梯是在戶外的 不是室內的 因為通常樓梯都是坐在室內的 可是它的樓梯 有一把我們要經過三樓 就要經過戶外的樓梯到達三樓 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樓梯就可以順便觀賞到這棵榕樹 第一次來接觸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個地方我發現它因為沒有人住 所以就沒有比較現代的破壞 所以它保留著它原來的味道 所以當初我的想法是 如何把它保留下來 保留下來就是要讓人家來體驗 這裡原本是一家西服工廠 也是阿公的老屋 姜家一、二代 五十多年前就已經在這裡生活 因為時代的變遷 空置了很久的造屋 再經過二、三代花了半年規劃整理 民宿現在就成為古宅經典 元素呈現的最佳典範 這個棋榕樹的這個鐵花窗 是一開始就是這樣 都是原本的 所以我們只是重新把顏色再補上去而已 像四樓的富士山的鐵花窗 那個是我自己收集的 那當初因為女兒牆比較矮一點 那怕因為我們這邊是民宿的空間 怕客人 因為可能在女兒牆那個地方 看外面神龍街的街景還是怎樣 怕它翻過去 所以我們就把它改成藍杆的樣子 然後就做一個安全的措施 那也因為用老物件來做一個改裝 然後才能比較符合我們這一棟老宅 像這個八角窗 這個八角窗 這不是我收集的 這是原本就有了 但這個八角窗就真的很特別 那除了有窗爐啊 還有那個冰獵紋的玻璃之外 那它還有一個造型 然後它還是一個半開的 因為這個很特別就是 因為阿公的房間之前在裡面 那它其實客人來了 從那邊過來 它其實可以很簡單的 就可以打開看到 到底是誰來了 其實以前那個空間是浴室 之前我阿公房間在那邊 那下面除了是招待客的地方 也是他起居的地方 所以那邊之前是浴室 那我們也想說一樓以後 我們用不到那個浴室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空間 在那一道牆 那邊有一道牆 我們就把它打掉 那打掉可能就很 很死的一個鎮鎮方方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就想說 讓它有一點設計感 所以才故意打一些 有造型的樣式出來 那其實也可以讓你看到說 以前的磚塊跟現在的磚塊 是不一樣的 以前的磚塊比較大塊 也比較結實 也比較硬 其實就可以感受得到 這個其實就可以直接摸到它的感覺 對,因為有的人會上一層透明漆 對,而我是沒有 就直接可以摸到它 那這個也是一個鐵花窗的造型 這個叫做盧翼 民宿裡面各個空間充滿細節 一樓的客廳除了適合休息、放空 更加有很多的藝術元素 和藝術商品可以給大家選購 在這裡,大家可以感受到 屋主對藝術的喜愛 牆上還掛了他的女兒的畫作 這麼親切的空間 令到房客好像來到朋友的家拜訪一樣 房間分別位於二樓和三樓 除了有繪木的路窗 十字紋路玻璃 磨石地板等等的標準配備之外 也放了很多小姜喜歡的舊物收藏 目的就是讓來到這裡的旅客 可以好好感受到舊時代的美好 而小姜的個人鐵花窗收藏 更加是成為了民宿外觀最佳的點綴 其實這邊原本有一道牆 那廁所我們的廁所就是在外面 那其實很多客人來住的時候 都希望是住套房 所以我們就把這道牆打掉 然後把牆蓋外推 然後廁所就包在裡面 那這邊就會變成比較一個 整體的空間就是一間套房這樣 那因為打掉之後 這邊的地板跟裡面的比較沒有對稱 然後所以這一塊拼花瓷磚 是我後來蒐集的 那這一塊也是老的花瓷 只是說 它的樣式比較不一樣 所以就是 把這一塊 跟這邊的 連起來之後 雖然不一樣 可是就是有做一個區別 就這一邊的 這邊是廁所這邊的 然後這邊是客廳這一個方面的 這個就是 以前我們是西浦工廠 那會有很多大型的機具 像拆鋒車或柴車那種東西 那都要用到比較多的電 那所以我們就有另外的電壓電錶 這種還有大插座這邊 這是以前留下來的 像其實我們每一間房間 有的東西其實就是 壁櫃 因為以前的空間就是 比較小一點 所以都會做一些壁櫃 那就是 就是牆壁又有櫃子的功能 所以你其實在我們每一間房間 你都可以看得到壁櫃 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還有就是我們的壁木窗 以前做裁縫的 那做工廠 你就是採光要好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的窗戶 都是很大的窗戶 很大的落地窗 這樣相對的採光就會比較好 也比較同風一點 如何把它保存下來 這才是最重要 我們 我覺得我要的是這樣 讓客人感覺到進來 我不是一間復古的民宿 我是保留原汁原味的民宿 它不是復古 所以來這邊的客人都說 這個像我阿嬤的家 或我阿公的家 就有那種回家的感覺 所以其實是老屋 他自己會挑客人 不是我們會挑客人 其實古澤的維護 一點都不容易 小姜就透過民宿的空間分享 有溫度的裝修設計 令到旅客可以感受古澤 一樣的漂亮 提醒大家對於古澤 甚至古蹟保存的重視 如果想要體驗古澤有多漂亮 一定要實際住一晚 創造別致的美好回憶 我一定會看 我已經去安靜 潛力的 被打死了 我被打死了 我被打死了 我是不是